我和高導演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我 怎樣接觸戲曲音樂劇 怎樣去做這個媽媽的過程 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在八年前 香港的這幾位大卡 她說請我去演一齣戲 演我的師父 紅善女老師 我說當然沒有 我問 跟我的對手拍檔是哪位勞官 他們說是香港的麥家王法名高智珍 我聽完之後拍了一票 是甚麼戲啊 我演完劇的 是甚麼戲啊 他們說是一個新的品種 叫做戲曲音樂劇 我心裡聽到 等剛才你們聽到 這首戲曲音樂劇 或者嚇他一跳 是甚麼 他們說 不是電影的電影 不是畫劇的畫劇 不是舞台劇的舞台劇 又不是粵劇的粵劇 死定了 我聽到很猛 是甚麼來的 他們說簡單來說 就是專門為觀眾服務的好戲 觀眾說好看就是好看 觀眾說好聽就是好聽 比如舉個例子 電影裡面有一首歌 叫做黃土高歌 它是用得很恰當的 但是那不是粵曲 怎辦呢 他們說不怕 叫容 只要觀眾說好就是好 又比如說口髮 是很現代的 但是又很接近利器的 那我就說 那我就說 好像刺背脊 剛才解釋的 刺背脊 癡呆耳環 這些這麼嚴重的口髮 那在古代的時候 好像沒有這種說法的 那編劇的阿麥先生就說 他說 你還有沒有更加貼切的講文 假如是沒有的 你就用這些吧 因為我們要的 就是讓觀眾聽得懂 那才有同感 假如你這台詞 在文彩飛揚 深度沒有辦法理解 那就失去了全世界的作用 他說我們這一派 就是為觀眾服務 是以觀眾為上的一派來的 所以這就是我對這個戲曲音樂劇的理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還跟大家 是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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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跟大家分享 我和我家人去 對這個戲曲的理解 的一個心得 有一次 很多年前的了 那我是問我家妻的女兒 我說 你可不可以放下你的手機 不玩你的遊戲機 進去劇場看我們一場原劇的 那她的答案是 很斬叮設計的 一句就是 絕無可能 哇 真的很難 但是很殘酷的 那在五年前 又是同樣這個問題 我便找回香港 這幫大客人 我說 有可能要現在的年輕人放下手機 你不玩她的遊戲機 一去劇場看我們一場戲呢 她們說 有可能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些 媽祖 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我們是將它 是叫做 將它 粵劇 是叫做 不是粵劇的粵劇 很有電影感的 譬如 我們一場的一開幕 是沒有落幕的 一未開城的 好像電影感覺 一環節 一環節 一個鏡頭 接一個鏡頭 是很快的 你是兩個小時後 多一點的戲 你會感覺 哇 不這麼快就完結了 不這麼好看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好看呢 就是因為 我們將這個 藝術的八大元素 是融為一體 去結合出來的一個作法 那八大元素呢 是舞蹈 音樂 矩畫 標索 建築 文學 戲劇 這七大藝術 加密一體 變成我們的 第八大藝術 融為一體 去結構音樂 所以是很好看的 所以呢 呃 又舉個例 為什麼好 好在哪裏 跟粵劇 有些什麼不同呢 我就舉個例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口白 粵劇的口白 我們會收拾把聲 用假聲 吊弓把聲 來講的 譬如紫喉 是會這樣說的 小姐 你吃了飯了沒有呀 是會這樣說的 用紫喉說的 但是 蛙蟲裏面 整套皮的口白呢 是會用另外一種技巧去說的 是用比較平常的語調去說的 就會說 小姐 你吃了飯了沒有呀 是不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整個 那個 那個表演的 的元素 是跟我們 是有區避的 跟唱歌 都是一樣的 唱歌呢 就不能夠說 為唱而唱 就是 是要用心去唱 不是只有把嘴去唱的 否則呢 就變成是 和尚仔念經 有口和心 什麼叫做和尚仔念經呢 就是說 把嘴巴就在那裡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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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叫做和尚仔念經 有口到心 那表演也是 剛才 焦導演都說了 表演呢 是不能夠為表演而演 不是演韓風 是演人物 那媽祖 她是一個 跟她的人物 是一個小村姑 那 從熱劇來說 她是一個什麼行蕩呢 是小蛋 還是彩蛋 誰知道導演就跟我說 她說 媽祖呢 她是一個小村女 是一個充滿著正能量的 十八歲的小村女 不可以 她說 不准我以行蕩而演行蕩 她以為演為演戲 是要演人物 一切的表演 都歸於 為人物去服務 以上這些呢 全都是 招援老師 教我的 所以 我在招援老師的身上 是學過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已經合作了三部戲 《一代天嬌》 《閃灰人》 《一代天嬌》 《閃灰人》 《一代天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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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youtubers byzier movie 以我自己的作品 谢谢大家